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图上 除了内链接和外链接之外 是不是有个自然链接 对不对 所谓的自然链接的功能就是 自然链接是通过这个 我们的MySQL 自己的判断完成的什么呢 链接过程 大家思考一下 它既然是这个MySQL自己的判断 它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干什么呢 是啊 不需要指定这个什么呢 链接条件 而我们的MySQL会怎么样呢 会要使用这个 多表内的什么呢 多表内的相同的 字段作为链接条件 这就是要自然链接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呢我在这个测试表里面 已经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叫做 公共的字段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PublicField对不对 在我的1和2表里面都有什么呀 是不是都有PublicField对吧 所以说我们去测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根据PublicField 帮助我们达到这个验证条件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开始啊 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咱们看一下 如何连接呢 from我当前的1 我当前的1 那一拨 那一拨 撞业 2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然后此时大家注意一下 由于在我当前的1表与2表里面有什么呢 有相同的字段 谁 PublicField对不对 因此大家注意一下 它会自动的找到PublicField PublicField 大家看 10 20 30 20 30 40 有几个是相同的 是不是20和30 对不对 因此20和30会产生一个连接 形成这么一个 链接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自然链接的这么一个 产生的一个结果 自然链接 不用我们指定这个链接条件 再往下面看 再往下看 自然链接在处理的时候呢 它是分成了这个叫做 内链接与外链接之分的 自然链接也分成了内链接外链接 所以说我在这个图上画的时候呢 我没给它画到任何里面去 对不对 它两个都属于到都有的 那首先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种写法呢 就是属于一个 内链接的一个写法 外链接怎么写呢 大家注意一下 直接就是 内链接 而外呢 外的话大家思考一下 咱们刚才讲了几种外链接啊 哪三种 左外和右外和 全外 有全外的预榜吗 它模拟的一个对不对 有没有全外也 麦色扣里边 所以说它这边外也分成两个 什么呀 左外 和什么 右外 这两个 这两个 咱们就比对一下 非常容易做 左外的话就是 natural left 照应 而右外你能想到什么 什么 naturalright照应呢 对不对 左外和右外 咱们看一下结果 你就应该能够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根据你们这个学这个外连接的经验 加上一个 left 谁是左表 永远都是 one是左表 t是右表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看一下这个结果 加注一下 大家看一下 说明谁还在 谁在啊 是不是左边的这个在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应该谁在 不是这个 应该是 大家注意一下 看上去还是左边的在 对不对 你一定要注意自端名称 你一定要注意它的自端名称 正常相对 要是one to来显示的 对不对 那自端是不是应该是one的在前 to的在后 对不对 但是由于我是这个右连接 所以导致它在处理的时候怎么样处理的呢 把右表的放在了 前边 左表的放在了哪 那总体上你去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左边的这个 制空了 对不对 这跟我们的左连接和外连接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下 那你认为 那自然连接 自然左连接和自然右连接 它分别相当于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 连接语法的哪个语法呢 你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下 内连接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是产生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你认为相当于我们的哪个语法 首先 nature没有 nature内连接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内连接 对不对 那是inner什么呀 draw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使用哪一个字端情侣连接的 public 而且它会在结果当中把重复的这个列怎么样 那是U字形还是 U字形 谁 不要 是不是这么个操作呀 那再问你 你认为 这个相当于什么 live的那个 你认为 这个相当于什么 这个 往这看 当前的 nature live的drawing2 你看一下相当于什么 nature live的drawing2 live的drawing2 你看 这是我们的结果 对不对 先让大家注意一下 它一共只有五列 说明它条件使用on写的 还是U字形写的 这个条件是什么写的 咱们单纯看结果 单纯看结果 它是不是把公共连接积段放在最前面 什么写的 U字形吧 对不对 而且是个什么连接 左连接吧 对不对 左连接 它可不可以使用U字形语绑 那你认为 这个地方相当于什么 什么 U字形是谁 那下面的不用说了 应该相当于什么 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分别执行一次 咱们看最后四个输出 是不是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最后四个 咱们两个两个先看 先看right的大家注意一下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是不是一样了 对不对 也就意味着U字形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会帮助我们 把结果整理一遍 对吧 帮助我们把结果整理一遍 是我们的结果呢 更加符合我们的 正规的一个展示情况 同样的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前的几个 Nature Left和Life的U字形 一不一样 是不是也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 我们都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有一个快捷语法 就是什么呢 Nature Drawing 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一些快捷连接的一个目的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 Nature Drawing 然后把这几个语法 大家要记住 在所有的操作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大家明白第一个问题 我的Rate的造影和Live的造影 它是不是可逆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可以互相缓着写 就什么意思 我当前是不是既可以写Live的造影 也可以写Rate的造影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把一个Live的造影 改成Rate的造影 或者是把一个Rate的造影 改成Live的造影 可以还是不可以 大家想想 想想想想 换什么的位置就行了 是不是换一下这个 两个表之间的位置就行了 对不对 把Live的造影改成Rate的造影 怎么改 是不是把Rate的那个表 放到前面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说呢 虽然有Live的造影和Rate的造影之分 但是你掌握一个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虽然有1对多和什么 多对1 对不对 但是咱们得分站在哪个角度来讲吧 对吧 还是一样 结果也是一样 看你站到哪个角度来去思考 你站在前面的表足来思考呢 那就是左链接 对不对 如果你要站在后面的表来思考 那就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又链接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左链接和右链接 其实它属于一种 只不过在语法上呢 有一些奇怪的特例而已 这是我们的左链接和右链接时分 在所有的开发当中 大家注意一下 左链接应该是用的最频繁 也是最多的一种链接形式的 因为任何一个数据啊 我们都不敢保证 在链接之内 它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这个数据匹配 数据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往往在做一个表的时候 即使会有一个实体出现零连接 也就是说连接不上的情况 我们也会想办法去给它把连接做成功 就这么几个啊 左链接和右链接的一些格外操作 大家看一下 关于我们当前的这个链接 左链接和右链接 那在我们当前的这个连接口里边啊 连接大概就分成了这么多种 这么多种啊 那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迪卡耳机 大家在做连接的时候呢 一定要尽量避免出现什么呢 尽量避免出现迪卡耳机 哎 内连接 内连接大家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写法啊 inner drawing crush drawing和逗号 在不写条件的时候都是什么机啊 都是迪卡耳机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因为大家想想 如果说你一个表里面有几千条数据 一旦被迪卡耳机乘起来的话 是不是就是 几何技术的增加吧 对不对 不是说你加几个 减几个的那么简单 对吧 它是乘法的那么简单 一千乘一千 一下是不是就十万了 一千乘一千 一下是不是就十万了 对吧 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操作你一定要要格外 格外要处理 内连接的迪卡耳机操作啊 那下面呢 咱们留几个作业啊 大家去完成 关于这个连接的一个作业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所设计的那套 当前的学生管理系统那个表了 咱们找到那张表啊 这个表我还在呢 大家需要把它去完成 并且要向大家去设计一些东西 我们下来的东西 看看我们下来的东西 谢谢大家 isions 我们下来的东西 谢谢大家 咱们不管啊 咱们一部分一部分的看 要求大家做哪些东西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叫做 学生信息表吧 对不对 当前的学生信息表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 大家注意一下 先看这几个 教室 然后什么呢 学生 还有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学生详细 详细信息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下 如果说我想获得一个班级内的 所有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全部的详细信息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利用这个结构做到 我想获得一个学生的 一个班级内所有学生的 基本信息和全部的详细信息 我怎么才能做到 此时大家思考一下 整个的这个信息在哪个表里面存着呢 学生表和哪个表 是不是详细信息表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 你如何能够确定一个学生属于哪个班级的 比如说我想找到0331班 0331班的全体学生的详细信息 也就是所有信息我应该怎么找 0331班所有学生的全体的详细信息 我应该怎么找 大家首先明白第一个问题 我们当前的学生和班级有没有关系 一个班级对应多高 学生对不对 那我应该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 首先大家思考第一个问题 我通过当前的班级的名称 我能不能确定当前的班级ID 班级组件 可以吧对不对 那我有了班级组件 我能不能把这个班级内所有的学生全部找到 那我能够找到所有学生 我可不可以把学生的基本信息和详细信息 全部找到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为什么要说这道题 因为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是不是涉及到三张表 三张表 大家想想 最终的数据是不是要在这个三张表里面取一下 对吧 所以最起码应该是通过一个表 做的连接运算 是不是才能取出来 那这样的一道题应该怎么做 一道题怎么做 这要说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连接的时候支持多表 同时连接 连接时支持多表连接 支持多表连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往这看 就拿咱们刚才这个例子为例 就拿这个例子为例 数据比较多 大家看一下咱们假设三个表 一个是info的class 大家都应该知道什么表吧 班级表对不对 再来info的sludent 什么表 再来一个info的sludent的什么表呢 是个详细信息表对不对 然后大家咱们先把这个减要字段的额要 都说明一下 首先class里面应该有一个class 或者id吧 他的id 然后他还应该有一个什么 class name 这最基本的对不对 咱们再往下来写 sludent里面应该有一个 id 还应该有什么 sludent name 甚至还应该有一个什么 class id 对不对 再往下来 这个info里面最起码应该有什么 info应该有id 还应该有什么 反正比较sludent的info吧 可以吧 sludent的detail吧 反正就是一些 是不是详细信息啊 对不对 就是一些详细信息 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大家看一下 咱们假设这三张表 三张表 然后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操作应该如何去做 看语法 看一个典型语法 是这么做的 slag的sing 或者slag的s.sing s什么意思 肯定是别明白一会 对不对 再来一个什么呢 si.sing studentinfo s.sing student 星啊 星 星什么意思 是不是全部字段的 对不对 我要获取学生表语 哪个表里面的全部字段 是不是学生信息表 对不对 再往下来 往下来 from哪个表呢 当前的 info class laved join join谁呢 大家注意一下 info students 什么呢 是不是lavedjoin on 对不对 lavedjoin on 大家注意一下 为了变得简洁一点 他爱字什么呢 c 他爱字什么 s 先看这儿 先看这儿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链接 对不对 链接条件应该是什么 什么 c.id等于谁 s. classid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每一个班机内的所有学生全部连上了 对不对 但现在是不是每一个班机和学生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对吧 那下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大家想想 现在我是不是顶多能够通过班机获得学生吧 对不对 比如写了个条件 写了个什么条件呢 c.c.classname等于php0331 第二次搞一下 如果只是这么写的话 只能获得学生的什么信息 我现在顶多连上了一个班机和学生表吧 对不对 我能不能获得学生的详细信息 只能获得学生的基本信息 对吧 此时再怎么办呢 再live他 再连 连谁呢 此时应该连上 info下方线的谁 16等等 info i字一个 si 什么条件 怎么连 什么条件 咱们做过好多 这个做了什么呀 他俩是详细信息 一对一的关系 对不对 他里面的id等于谁 都在里面的id吧 对不对 那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 s.id等于谁 si.id 大家注意 这是这条语句 这是这条语句 大家往这看 这个地方主要想说明一下 什么样的问题 你往这来 连接的话 同时怎么样 支持是不是无线连的 对不对 支持无线连 无线连才可以 无线连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 一个业务逻辑当中 实体过多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 尽量增长 这个叫做 live的照应的 这么一个语法 对不对 去连接我们当前的 业务逻辑 去处理我们当前的业务逻辑 往这这个地方 然后这两个地方连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其中我在解锁结果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出现了s.c和sr.c 换句话说 我检不检索班机的信息 因为我不需要 我需要什么呢 刚才说的是 所有某一个班机内 学生的信息 对不对 我通过这个class name的条件 已经过滤出来的水 当前的班机 一定是哪个班机 是不是0331 0331吧 对不对 就可以找到水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 随身信息吧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操作 当前的一个链接查询 比较长 但是这个是可用的 但是三个表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先不用着急去练 主要是练这么两个表 或者是两个表之间 之间互相连接的这么一个操作 再出一个题 再出一个题 大家回头去把这个维护一下 再出一个什么样的题呢 还是同样的一个关系 大家注意一下 我建立一个比赛表 咱们昨天不是去打球了吗 对不对 那假如说咱们 咱们组织一个 咱们学校班机内的 一个篮球联赛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要组织一个 咱们当前 学校内部的一个篮球联赛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需要一个数据 去保存这个篮球联赛的 一个结果吧 比如说A班和B班 谁赢谁赴 打了多少分吧 对不对 大家思考一下 我建立这么一个表 大家想一想 先说班机实体已经有了 还是没有 咱们有没有班机实体 是不是class就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咱们不用再保存班机了 只保存谁就可以了呢 多走 大家看 是不是咱们只要去保存 这个班机和班机的 比赛信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我是这么做的 大家想想 一场比赛要几个班机参与 至少 一场比赛 是不是两个班机参与 对不对 咱们一般叫主队和 客队 咱们只好 没有这么叫的 对不对 一般的比赛 是不是都叫主队和客队 对不对 我们叫A队和B队也可以 反正是不是应该有两个班机参与 对吧 然后大家再往下讲 一场比赛 会不会有比赛结果 会不会有这个比赛时间 是不是会有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 我给大家建立这么一个表 叫做info match 比赛表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表里边 有这么多字段 我们就看 host ID gast ID 什么意思 主队标记和什么 客队标记 大家想想 其实这个主队ID和客队ID 其实就是谁的ID 是吧 班级的ID吧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来 还有一个什么呢 比赛时间和 比赛结果 比赛时间和比赛结果 那大家思考一下 这道题的话 如果让你做到什么呢 我让你查询一下 4月份所有比赛的比赛结果 你怎么能够帮我做到 4月份所有比赛的比赛结果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可能是这么一个表 这是ID 这是match表 match这是host ID ghost ID 然后是一个match time 还有一个match result 举个例子啊 1234主ID没有意义 主队ID是什么呢 2 客队ID是1 然后比赛时间是2013年04 09号 4月9号 那么对不对 比赛结果是什么呢 34比上29 28 这是蓝球比分吗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有这么一堆数据 ID为2的 又和ID为6的比了一场 ID为7的比了一场 比赛时间呢 是在我们当前的 03月29号 大家思考一下 他算不算统计里面的 内的 这个应该算统计里面 咱们不至少4月份的吧 对不对 他说不应该算的 对吧 他应该比分是多少呢 35 比上 45 输掉了对吧 以此类推啊 以此类推大家注意一下 可有可能有很多数据吧 对不对 大家现在再往下想 我们当前的这个学生表 是一个什么样子 学生表 就是这个叫什么表 叫班级表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咱们至少是被两个字断的 对不对 一个ID一个名字 比如举个例子啊 这是当前的班级ID 这是当前的 class name 比如说第一个是 一号ID 二号ID的是 0331 再往下来 这是我当前的 五号ID的 PHP 0228 再往下来 这是一号ID的 PHP 0115 再往下来 比如说这是 七号ID的 什么呢 PHP 0505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当前是不是 两个表了 对不对 第一个表是什么表 我们模拟的 班级表对不对 第二个表是什么表 是不是比赛表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说 我想让大家最终查询到 这么一个结果 你能不能把我查询出来呢 就这么一个结果 很简单 主队 客队 比赛时间 还有一个什么呢 比赛结果 主队 比如说是 PHP 0331 客队是 PHP 0115 然后比赛时间是 第一条记录 2013年 几月几日呢 4月9号 对不对 比赛结果 28 大家知道 这个题 你看看 你能不能做出来 下面的结果呢 是我们当前 模拟的一个数据 而下面的结果呢 是我要的一个信息 那换句话说 你是不是要把 这四个字段 帮我检查出来 对不对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这四个字段 出现在几张表里面 分别是哪个表啊 班级表和什么表 是不是结果表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内容帮我们做出来 怎么才能做出来呢 想一想想一想 思考一下 我想问大家一下 比赛时间和比赛结果 我们都在哪个表里面呢 都在比赛表里面呢 对不对 而这个比赛的主队名称 和客队名称 都在哪个表里面呢 都在这个班级表呢 对不对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你认为这个操作 需要连接班级表几次 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也就是在连接的过程当中 我想问大家去分析一下 应该要出现几个 class name才可以 应该出现几个class name 是不是出现两个class name 对不对 那你再往下想 一次连接它会出现几个class name 它俩连一下 一行连一下 一共就几个 一行连一下 是不是一共每个字段 一个对不对 那我需要在这个记录当中 找到几个class name 你能不能找到 那你在怎么办 这个预法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刚才给的率子 对不对 这个是作业 你往这看 这个预法 你往这看 是 谁呢 match live的照言 class 大家注意一下 是什么呢 是我们当前的 match.host.id 等于class.id 大家知道 这连上一次吧 对不对 这是当前的比赛表 和谁连上一次 班级表 什么id连上了 主队 那现在是不是说明 只能找到主队的名称呢 对不对 还要怎么样 在live的照言 谁呢 class 再按 谁呢 等于谁呢 这个大家能不能看到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这个题和下面题 其实一个思路 这都聊两次了 对不对 只不过下面一个题 还要复杂一点 它是连接谁两次 它是不是连接同一个表两次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为什么说这道题 几乎讲这个连接的都会出这道题 因为这道题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面试题 很多大公司都出过这道面试题 都出过这道面试题 不是一模一样 类似的 同一个表 要连接 就两个表之间 但是要连两次的这么一道面试题 大家说这其实一共就两个表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连了几次 连了两次 是不是说明三个表时间在连的 对不对 有三个表吗 但是它连了谁几次 是不是连了班级两次 对不对 这个地方想跟大家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想一下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地方说明了 我们把连接完一个表 还可不可以继续再连接这个表 所以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一个表 无限连接很多很多次 这是一道题 这道题非常非常著名 我们再回过头来 这道题 大家回去做一做 就把这个去写一写就可以了 基本给大家写完了 结构已经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 再往下来下一道题 两道题要一共 两道题 第二道题是什么呢 大家记彼着咱们之前的部门来 咱们说咱们还有个部门表 整个传执播客有很多很多的部门 对不对 它分成什么部门呢 行政部门 教学部门 等等等等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就做这么一道题 在我这来 还是一样的 就是连接的操作 插入表格 Department ID 部门表 第一个是什么呢 DEPT NAME 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出现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以后再说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ID可能是 一二三四 他的目标是这个叫做 传执播客 应该什么部呢 这个比如说做行政部 行政部可能吧 对不对 再往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 教学部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教学部的 PHP 教学部的 加网 再往下来 教学部还有可能有什么呢 Done Night 还有一个什么呢 第六个是 平面 大家注意一下 你往这看 那除此之外 除了一个教学部之外 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部门呢 比如说 咨询呢 等等 对不对 还有包括什么呀 财务啊 咱不表示了 咱们只表示出来 这个教学部和PHP 这么有一个关系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我这个例子里面 你看我这个例子里面 他所有的记录 是不是都表示一个部门呢 对不对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些部门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当中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吗 比如举个例子 教学部包括谁 是包括这些 对不对 那大家想想 他在数据表里面 地位是不是一样的 地位都一样 对不对 都是一行 对不对 一行的结构完全一样 地位一样 对吧 那问题是我先再问大家一下 你能不能帮助我表示出来 哎 教学部 它是包含了PHP 加法点在那个平面的 我现在想表示出来什么呢 PHP加码点在那个平面 它属于教学部的 帮我表示出来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如果 如果咱们不考虑它一个表 我可不可以说 一个部门对应多个部门 一个教学部 是不是对应多个这个 部门吗 对不对 那这种如果站在这个实体的关系上 进行设计的话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如果要是一对多的关系 怎么设计 一对多的关系怎么设计 典型的怎么设计 在哪段 哪段 多的那段还是一的那段 多的那段增加一个什么 指向谁 少的那个吧 对不对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描述出来 大家就二什么意思 是不是当前这个记录的 副级部门的 对不对 那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我用一个PID来做 什么意思 什么玩意 副级部门ID 大家注意一下 闲耳一键 我们当前的PHP加法.line 那个平面 他们的副级ID是谁 教学部 对不对 那大家思考一下 那我认为教学部已经到顶了 教育部没有了 教育部没有了 可以使用什么样 Nan的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Nan的话号二行吗 它是不是一类数据 咱们ID不可能有谁 不可能有Nan 还不可能有谁 咱们自动增长从几开始 一 不可能有谁 是不可能有零啊 那这样的话 零的话 它有没有可能指向其他数据了 是不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典型的这么去设计 你往这来啊 它也是零 那现在呢 我把咨询和财务都给它划到行政部门里面去 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表我想问你一下 我问你一下 教学部属于顶级部门还是属于子部门 为什么 有没有复级部门了 那我再问你 咨询部属于顶级部门还是子部门 因为它怎么样 是不是它有上级啊 对不对 关于这个表我给大家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获得所有的顶级部门 这个应该很好做吧 怎么做 哪些部门就是顶级部门了 paranad等于几的 是不是连个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表现实生活当中 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有这么一个表 都有的 都有这么一个表 就结构一模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 我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现在有一个条件是教学部对不对 我有一个条件是教学部 我要求你获得什么呢 获得 教学部内所有的子部门 这个地方呢 要求大家有两种做法 要求大家第一种是要用紫插询做 stop块钱 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照应插询 紫插询的话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应该大家能想到 你获得教学部这三个字了 你能不能找到教学部的ID 教学部能不能找到ID 那你能不能通过ID 把这四个数据帮我找到 这是紫插询吧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再问大家一下 用照应的话 你能不能做出来 你照应的话 大家就应该想 照应照应 是不是两个表连接 对不对 一共几个表 想上面几个题 一个表 是不是都可以被连接两件两次 那是不是相当于他自己 后来又连接了自己一次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自己连自己 可以吧 连接条件是什么 一个表的parent ID等于谁 另一个表的什么ID 就是这个ID吧 对不对 完了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教育部的指示 就是这个depart们的内容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个题 这两个题体现了两个 非常非常典型的连接操作 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是很简单 就是两个表 直接进行处理一下 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平时设计当中 有两类非常非常典型的 这个连接操作 一类是什么呢 在一个连接当中 对同一个表会连接多次 因为大家想想 我们在讲这个 讲设计的时候 会将一个实体抽取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说实体出现在一个表 一个结果里面多次的话 是不是肯定要多次出现呢 第一种典型的设计 一个表会被连接多次 连接多次 第二种设计就是什么呢 这种 自己去连接 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自己 会连接自己呢 因为在自己表里面 这个数据库里面 数据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层级关系 大家知道 这些数据 原本上在数据库里面 都是一行一行的 结构完全相同的 没有任何地位关系的 这么一些数据 对不对 但是在业务逻辑上怎么样 行政部门 就要包括这个资讯和财务 对不对 而教学部就要包括这谁 说PP加买这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能表示这种关系呢 典型就是自己去 连接自己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无论是自己连接自己 还是自己去 一个表被多次连接 只要你在连接的过程当中 把它当做两个表去看待 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把它当做两个表去看待 就可以了 一个尸体去连接 另一个尸体 只不过在自己连接自己 或者是一个表被同时连接 多次的过程当中 大家思考一下 在整个连接语句里边 是不是一个表明又出现多次啊 你怎么能避免冲突 是不是每出现一次 给的起一个不同呢 别名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一个操作啊 这是关于连接查询 大家应该能够做出来的两道题啊 如果你能够把这两道题 做得差不多 能够做出来的话 连接查询就应该差不多了 你面试的时候 难度也就这么大的难度了 连接查询不会出现太大的难度 就算你顶多是连多次 或者自连接的话 就这个样子了啊 但是你今天做出来的前提 还是把今天咱们的一个连接语法 先去练习一下 先去练习一下啊 先去练习一下